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最期的讲几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就是讲讲俄罗斯 今天普京发表了这个年度记者招待会 长达四个小时 回答了很多问题 我们关注的一些国际问题 从过普京总统的这个回答当中 我们也可以略亏一二 同时呢 今天呢 中俄呢 在普京这个答记者问的时候呢 同时战略轰炸机 对日本跟韩国进行战略威慑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中国也证实了 这个缅甸军政府和这个三兄弟在谈判 那么谈判的地点呢 没说 但是呢 我知道了 谈判的地点是12月11日在这个云南昆明 我之前一集不是讲过了吗 我说三兄弟没给面子啊 还是跟老编 黑老编在那打 那么有云南的 坐在边境的这个网友 说今天就是看到又打了 这个武装直升机轰炸 各方面的 所以说呢 这个事我们都一起来说一说 那么还有几个事呢 我们也一起讲一讲 这一集呢 就是几个新闻一起连看 普京年度记者招待会 全联4小时答67问题 人民币在俄贸易占比甚至40% 俄罗总统普京12月14日与俄罗斯民众沟通并回答媒体提问 2023年大型记者会与直播连线合并举行 活动的姓名称为普京的年度总结 他较早时已旧俄乌战争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以及 经家经济等回答问题 普京表示 23年9月卢布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增值40% 人民币增值33% 美元与欧元降至24% 他称俄罗斯不拒绝美元 但是我们控制 开始控制美元与欧元的结算问题 西方限制俄罗斯使用 美元和欧元是在半句时候砸自己的脚 本币与美元兑换 阿根宁是主权 普京称将本国货币与美元困绑在一起 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他说将本币 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会导致社会支出大幅减少 那么阿根宁在社会稳定方面 正将自身处于艰难处境之中 他说阿根宁总统在通胀达到140%情况下 改用美元的想法 会令该国严重丧失主权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见 普京 俄中关系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保障 这个普京说得很清楚了 俄罗斯和中国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保障 那么我这次来俄罗斯呢 我个人的感受呢 也是很直接的啊 我觉得 就是说各位网友呢 就是说如果还没出过国的 其实可以来俄罗斯旅旅游 东南亚那些地方太危险 现在也没啥必要去 中亚那些斯坦国呢 不是很方便 但是呢也可以去去 穷有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说欧洲西欧呢 暂时就不要去了 那边物价太高了 没必要 花很多钱 然后你说这个其他的地方呢 都太远了 就唯一就俄罗斯离中国近 那么基本上国内 往返俄罗斯 大概都在三四千块钱的这个机票 三千多块钱 也是比较多的 你呢可以到这个莫斯科和圣别的把来逛一逛 这地方吃饭住宿也不是很贵 打车呢也还好 有可能最近这个打车 稍微跟北京上海是差不多的水平 但是要看这个地区 所以说呢 基本上你 这个 这个玩个一个礼拜够了 五天年假嘛 对吧 你再上班了五天年假 加两天周末 或者说还有 请年假的时候 对 还有之前还有两个周末 八九天时间 对吧 去到飞机时间 玩个七天八天呢 够了 在这里呢也算出国 这样帮你出国来感受感受 对吧 而且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呢 也是相当不错 现在呢 来俄罗斯挺便利的 各个主要交通场合 公共设施 包括大街上 很多都是标识是中文 你来这边呢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这个 俄罗斯治安也是相当好 这个人的素质也比较高 俄罗斯人的素质 好像在全球排第九吧 开车各方面呢 还是比较注意的 所以说呢 普京讲的这个是没错 我可以来作为一个中俄之间的友好交流的这个小年轻 那我甚至可以来证实这一点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说这次来跟以前来 这个感官挺大的 这个他们这边都是 所以我说过俄罗斯越来越像 加拿大之与美国这种关系 就是俄罗斯是中国的加拿大 是这样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来这里 他们都是来服务你的 因为你给他们带来了这个效益 现在来俄罗斯的外国人 主要就是中国人 主要就是中国人 去了他那些斯坦国就不算 主要就是中国人过来 所以我觉得没出过国的 可以跑一趟 准备个七八千块钱就够了 这个你是来看看感受感受的 坐坐地铁什么的都可以 他这个地铁很有艺术造诣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两国的关系 实质性的真是真实的这个改观了 真实的改观 这个一点呢 就是跟各位就是说一下 那么确实在俄国跟中国呢 这种关系的增进改善 它是全方位的 不是说就官方 民间也是 那么普京他也讲到了 这个阿根廷的这个问题 对吧 你阿根廷这个总统 你他妈的权利用美元的话 你这个国家就丧失主权了 对吧 你又不掌握美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发发发发发行 发行又不是你来管 对不对 那老百姓只能减少这个支出 对吧 所以这个国家就是说 你足球踢的再厉害 再牛逼 再老逼 再屌 其实你你你你就是 你你这个人 就是说在这种风子的搞 搞弄一下 这个国家的 他是没有什么尊严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一点问题 我们也都出 所以说这个阿根廷啊 也是啊 对吧 我们也要谨慎处理跟他的问题 就是说他说要跟中国 进行什么本币兑换 我觉得这个本币 你这个钱 贬值到这种地步了 有没有必要啊 你这个钱还有没有啊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对吧 虽然说他对中国态度180度大转弯 但是还是要注意的 对吧 不是说盟友都拉过来 你要看是什么人 是猪队友的话 那还算了 所以呢 这个是这个一个国际问题 那同时呢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 啊 也在这个今天 啊 完成力气性的这个 啊 联合巡航 针对日本跟韩国的啊 那为什么说针对 日本跟韩国 因为韩国的战机也都出来了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韩军 中俄战机飞越韩防空随备区 北京国际海域飞行行动符合国际法 韩国军方12月14下午 称有6架 俄罗斯 中国战机进入7 防空随备区 韩国战机升空应对 中国国际部发言的 茂尼斯书下午举行 例行记者招待会时 回应路透支记者提问 他称 据大了解 这是中国军机在国际海域 进行例行的 常规的飞行互动 无可厚非 也符合国际法 啊 这是一个事 然后呢 中国国防部也发表消息 中国两军在日本海基 东海进行第7次 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啊 那么本次呢 也是出动了这个轰炸机 啊 战机 对吧 对于日本跟韩国嘛 你是这个敌国嘛 诸日诸韩美军进行这个战略威慑 啊 这个是有必要的 啊 普京呢 这个 他也说了 这个希望跟中国进行这个 再 深入啊 进行这个军事 的这个合作 所以说呢 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好的 啊 就是大家的 这个从各方面的这个互信 都都在建立 两军的这个互信关系 也在建立 对吧 所以 俄罗斯人呢 他们 也很关注政治 啊 所以他们现在感受到说 哦 原来中国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的盟友了 啊 那个民间啊 各方面都在改观 啊 所以说呢 老兵呢 很推荐大家来这边 啊 在这边 俄罗斯是个很大的国家 他这个国家很大 就是说 你去 就我们中国你走遍了 俄罗斯你走遍了 基本上全世界你也就走遍了 真的就是这样子 中国除了没有霍火山之外 什么经验都有 俄罗斯去看 看大家半岛 还有一个霍火山 在贝加尔湖 我们曾经的故地 对吧 那当然是那个是 以 在之前的 那那么可以看到这种蓝宾 对吧 在这个摩尔曼斯克 啊 在这些地方 吉尔贝利卡这些地方 他都是可以看到 极光的 啊 而性价比都很高 啊 在这里 你中国跟俄罗斯 你走遍了 啊 你基本上世界各地 你都 不用去了 真的不用去了 在莫斯克 啊 和是米特堡 有些地方 还有这个可以打AK47 打手枪 啊 你没开过枪的 可以来这里 感受一下 开开枪 对不对 还有夏天可以 做这个战斗机 战斗机也可以飞行的 包括苏 苏27也可以做 L29也可以做 对吧 坦克 T80坦克 你也可以 坐一下 驾驶一下 感受一下 还有在那些步兵战车 都有的啊 这些活动活动都有 所以说很丰富 对吧 包括艺术的啊 俄罗斯 以俄罗斯的艺术造诣非常高 对吧 他的这个博物馆 美术馆 你看一看啊 对你的这个啊 个人的这个情 这个陶冶情操 相当好的 对吧 还有他的这个音乐 赛克 赛克夫斯基的那些交响乐 对吧 包括这个啊 胡椒夹子 图兰朵 这个芭蕾舞啊 天鹅湖 这些都是OK的 所以说呢 这次老编给大家来看看 就是中俄作为这个盟友 以后啊 到底有没有改观了 真的是有所改观了啊 民间的这个友好气氛 也是非常啊 浓厚的 那毛泽呢 这边呢 也是比较守规矩的 他不是说 不会跟你乱来 也没不会那么黑啊 那么 这是一个 就是中俄的 这个事儿 还有一个是 就是日本海上保安厅 中国海警船 常驻钓游岛 今年起经已达336天 也就是说 整整就一年了啊 就是说 在这里常驻啊 常驻 那么 这个 消息 隐居日本海上保安厅 统计 自2012年以来 中国船只增加了 在该海域的航行 从2020年开始 每年在该海域的航行天数 都超过330天 所有的天气外 一直有两只四艘船 常驻 中国海警船 今年在四海域的航行天数 可能超过350天 啊 也就是说 呃 中国已经在 对钓游岛 钓游岛实行 这个常态化管控 常驻 而且呢 在这个海域 在我们这个海域啊 对这边海域进行 全年的 全天候的 啊 控制 所以说呢 钓游岛实际上 钓游岛海域已经是 中国的 就日本 搞不到这个 这里面的事儿 就12海里里面 全是中国控制 周边也是中国控制 就日本一年办法都没有的 啊 一年办法都没有的 就说 就说 这个中国现在就是告诉日本也好 告诉印度也好 就说 我现在呢 我的大后方 只要我跟俄罗斯关系处理的好 我跟俄罗斯关系处理好 俄罗斯变成我的加拿大 中亚这边 啊 政治政治真空 让中国进入 中国接管中 这个政治接管中亚 对吧 中亚现在国家都对中国 啊 免签 对吧 基本上都对中国免签 啊 然后这个 呃 这个互联互通了 飞机班次也增加了 啊 两 这个 更加是深入了 那么我们的西部 四处之路贯通了 对吧 这些中吉乌铁路也在 也在这里建 啊 中亚铁路也在这边建 对吧 跟俄罗斯关系搞得也非常 啊 恰 非常OK 那么你别的印度也好 日本也好 想来吃我们豆腐 那是不可能的 啊 对吧 不管说台海怎么样 啊 跟你日本怎么样 啊 跟你南海怎么样 这些事情都是小事情 因为 至到现在 除了台海是解放军亲自上以外 妈的东海 跟日本的这个钓鱼岛争端 啊 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南海争端 他妈的全是海警 全是武警在这里搞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中国对待你日本不就是 因为你日本自我贬低为菲律宾一个等级 对吧 你同时跟12月9日同时跟菲律宾啊 一起过来跟我们来搞事情 对不对 那最后 最后你不是最后的党次吗 那我们就这样来对待你啊 是不是啊 啊 所以说对待这个日本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会因为台湾 不会因为中美斗争 你们这些国家可以在这里面占了个便宜 占不了啊 不会给你们占便宜的 我们应对自如啊 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缅北的这个事情啊 那么今天这个外交部证实了 说 缅北这个事情在中国方的斡旋下 各方面都叫到了昆明来 但是 外交部是没讲 但是我们 下面的是自己打听的 打听到了 是在昆明 缅甸派人和这个三用地派人 都在昆明进行这个中国斡旋 进行这个停火 但是呢 谈判是破裂了 谈判为什么破裂 这个这一点我就要批评这个缅甸军政府了 对吧 你他妈的非要到那地盘上去驻军干什么 你又不给别人这个身份证 你又不 你又搞大民族主义 你到那地盘上去干什么 你就要说要在那边驻军 这第一条基本上就是 这个国管同母军 他们就是做不到了 对吧 德昂和罗开都是做不到了 什么你在他们的地方上面去驻军 这一点是你自己不好 但是呢 我也说了 但既然中方出面了 对吧 一个是你美国军政府要知道什么情况 对吧 不要提这些过分的要求 你就是说 包括这个国管同母军 包括罗开军跟德昂军 他们啊 所以我说过 有些中国的网友一定要头脑清醒 一定要增加政治受养 什么政治受养 就是你一直在讲说这边土地并露中国 对吧 你看国管同母军到现在打仗 彭德仁他有说 打出独立的旗号吗 他只打出说恢复高度自治的旗号 对吧 恢复他以前的这个国管 这个高度自治的旗号 他没有说独立的旗号 因为你很独立 跟你恢复治治权 对于缅甸军政府来讲 他用力是不一样的 因为缅甸军政府是很废了 但是他总人口大概有五千万吧 对吧 他倒是真的在这里 王权权来对付你 他之前也是把这里给拿下来 我不是没有拿下来过 现在就是说 把09年他拿下来的这个治权 现在又马上还给你 这个彭家军 再还给你 他现在也不知道 中国也是跟他讲 就这样吧 就是这里被控制住 就OK了 我们呢 就是电炸的任务完成 你们就别打了 保障 大家这各方面 都给我老老实实的 那这个东西 你三兄弟就应该去做到 当然你缅甸军政府 也要退后一步 你三兄弟也要去做到 中国既然出面了 把你们叫过来 对吧 武力威胁也给你们展示了 你们还要怎么样吗 是不是 还要要的更多 内威现在 对吧 要见好就收啊 要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你还在那里打 你有什么好要打的 是不是 该叫你停火 就那停火 不要在这里 把北京给激怒 到时候真的 把北京给激怒了 真的妈的 七十五军出动了 就你们那他妈的 三脚猫功夫 还不是几下子 给你们料理了 是不是 这背后 少跟美国人 少跟印度人去接触 没什么好处的 缅北这些军队 全都是跟印度接浪的 美国常常常常在这里活动 美国那CIA的那些 CIA的不仅在这里活动 还他妈的在 中国跟那个西 印度跟西藏那个那一带 在那边活动 搞这些破坏性活动 颠覆活动 好吧 所以说 给你机会 要抓住机会 不要他妈的让机会 从指尖他妈的流失了 到时候板子打到你 盆的人身上 你再装逼看 那个习近平的思想 也没用 对不对 叫你停火就停火 好吧 所以这几个事情 一起来讲一讲 就是 现在这个就是 中国目前的周围的 这个局势 这个情况 基本上全都是在 我们的掌握当中 对吧 但是还有是一个 我们专业世界 武统台湾 这个还是第一位的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